好 秦皇 剛剛看到這個蓬佩奧痛批拜登的對中國戰略 同時拜登連三摔引起國際媒體注意 第一摔他本人果然是個老人 身體的平衡感不好 第二摔習近平測試他的底線 第三摔共和黨的川普蓬佩奧這一些對中國強勢鷹派 每天在媒體曝光然後痛批他 這個解讀方式真是太好了 因為他連著連續這三摔 其實很多人都對於拜登的身體健康 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 因為各位觀眾朋友可以從剛剛的影片裡面會發現 他其實這三摔嚴格說起來是兩次的摔 第一次你發現他小跑步要上去的時候就先第一摔了 第二次他等於往上走兩階了之後就摔倒了 但是他又站起來之後又站不穩 然後又摔了下去 所以你會發現這三摔讓大家擔心說 拜登的健康是不是真的出了問題 再加上拜登在這三摔之前有兩個狀況是什麼 第一個他在講他自己的副手賀錦麗 把他講的是總統 這個其實已經讓大家覺得 哎呦 聽了之後心驚膽跳 你看我每天錄帶狀節目 賀錦麗我都不會講成總統 奧斯丁我都講得出名字 而且蔡英文我們有沒有聽過他把陳建仁跟賴清德 講成是總統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拜登把自己的副手 講成總統是很奇怪的 那然後後面更誇張的是什麼呢 後面更誇張是有一場他明明是要介紹說有女性要出任運輸司令部的司令官以及這個南方司令部的這個指揮官 兩件事本來女性去擔任這都是好事喔 但是到了現場他要去講國防部長的名字的時候呢 他講不出來他只能形容說管理這個機關的那個傢伙 所以這個話講完了之後再加上他講完這句話 就是離開這個現場的過程裡面需要人家搀扶就讓大家覺得說哇這已經到這個階段了 這個總統的生理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然後呢偏偏你知道人有時候就怕什麼呢 因為他的這個摔倒不是只有真的在下面我們看到的形式上的摔 而是在國際間大家要測你的底線的時候 你會發現在外交戰場上在美中之間談判的這一場他確實也摔了一跤嘛 因為你可以很少看到美國在近20年的談判裡面 有這麼公開被中國外交官saving了16分鐘的場合從來沒有看過嘛 所以你會發現外交戰場上這等於是拜登起手式的第一摔 那第三摔很明顯的現在有兩個人現在在challenge他 哪兩個人要challenge他 蓬佩奧在福斯新聞網的訪問的時候challenge他 就說欸這個這個表現真的太軟弱了 而且蓬佩奧的講法是因為換作是我是蓬佩奧說換作是我的話 現場如果他們中國要嗆我們的話 我一定要大聲的告訴他們病毒是從你們開始的 你們造成了這麼多人死亡 造成這麼多經濟上的損失 這個東西你們做這麼大的事情 你們好意思來講美國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該有的反擊 在蓬佩奧眼中顯然這個拜登跟布林肯的政府是沒有做到的 但這三摔都不是讓大家覺得最可怕的 你知道歷史上今天一摔 摔到最後摔出了這個主權跟領土的管理權的也是有的 現在講的是誰呢 現在講的是柴契爾夫人 這個香港之前的主權呢 我們說他的管理權是在英國的手上 然後當時呢這個英國跟 中英民和談判 你看柴契爾也是這樣子撲突地摔 他走出這個人民大會堂的時候摔倒的啦 他那個時候的狀況在當那個時候是1982年的時候 柴契爾去跟鄧小平去交涉 交涉97年回歸這件事情 那當時柴契爾跟鄧小平兩邊的談判呢 那個兩邊其實也是劍拔弩張的狀況喔 怎樣的劍拔弩張呢 等於說柴契爾去的時候呢 當時英國剛打贏這個福克蘭群島戰爭嘛 那但是他一去的時候呢 鄧小平竟然就跟柴契爾說 說什麼呢 說這個對你是英國沒有錯 但我們中國不是福克蘭群島 香港也不是福克蘭群島 這句話本身就聽起來像在嗆聲了嘛 但是柴契爾在跟他談的時候是告訴鄧小平說 這個英國如果要保 香港如果要保持繁榮的話 最好的方式呢就還是交給英國來管理 但是你中國都有它主權 也就是主權跟管理權雙分開看的畫面 但是呢對於鄧小平來說 他是不接受的 所以鄧小平呢 當時在講跟柴契爾講話的時候 還講到什麼程度呢 還講說英國我首相喔 英國的歷任首相我認識好幾個 但是我認識的都下台了 這句話講的其實也是很嗆嘛 所以這個當柴契爾夫人走出人民大會堂的時候呢 看到跌倒的這個動作 當時就有人在想說會不會是 在這個人民大會堂裡面交涉的氣氛呢 太緊繃了 所以走出來之後就跌倒了 然後這個在事後看到柴契爾夫人 跟旁人的講話裡面呢 他曾經對鄧小平有過一段評語 叫做鄧小平真是太殘酷了 那然後呢果不其然 在1984年的時候 因為鄧小平之前嗆了一句話 就是你們英國如果在兩年內 也沒辦法決定的話 那就是由我們中國單方面來決定 這句話顯然對柴契爾夫人 產生了一些作用 所以1984年的時候 柴契爾就同意了這個鄧小平的條件 然後後來你也看到了這個香港的回歸 但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們可以完全了解一件事情 千萬不要亂摔倒啊 該吃為苦力的時候要吃為苦力 該看醫生的時候要看醫生啊 好 但是你會發現喔 在美國這一系列的過程裡面 在操作過程中 這個中國的戰狼外交呢 這個可以算是重新又越上一個 史上的新高點 什麼叫史上新高點呢 至少我們看到兩件事情 是你看到這個戰狼外交完了 中國跑去跟美國人嗆聲 而且嗆聲的點又很奇怪 第一說你的時間超時就超時 第二你還看到什麼呢 這個楊潔篪要顯然要表達說 這個美方的理數不好 除了講說你們國務卿跟國家安全顧問 講話超時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表示 美方接待不好的是什麼呢 是說你看 我們千里迢迢來到阿拉斯加 然後連午宴晚宴都沒請我們吃 結果到最後我只能吃泡麵 很少看到外交官 再怎麼樣中國也沒有窮到外交官 只能吃泡麵吧 可是為什麼會有特別有這個畫面的出來 就是你看到楊潔篪跟中國的外長王毅 兩個一起走出去的場合 王毅問了王潔篪 午餐吃了沒 然後楊潔篪跟他說吃了泡麵 就這樣的一句話 然後那個鏡頭我請問你 這個鏡頭為什麼要刻意讓媒體看到 而且還配上這個字幕 所以有人就認為說 那你顯然就是要加大外界認為說 你看美方真的就是沒禮貌又不會做人 開頭就嗆人家 然後連該給人家實數又不給人家 講話又超時 最後還請人家吃泡麵 所以你會發現中方鋪成的這一系列 最後發現最後得到最大的獲利是什麼呢 得到最大獲利的反而就是 這個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這一句話的周邊商品就賣得很好了 所以你就看到這一系列的周邊商品 從T恤開始 然後到你會發現 人民日報等於同時間配合楊潔篪 在做大內宣做得很成功 所以中國的這幾個小商品的這些廠家 馬上轉成商品 從這個我們看到手機殼 然後從包包提袋 然後做到雨傘 通通坐上去到淘寶上面賣給你吃 然後只強調這一句話 叫做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但等等 你們到底是來談外交還是來演戲的 我們從剛剛講到現在的過程裡面 都比較像是來演戲的 不像是來做外交的吧 所以你會發現梁潔篪他們去這一場 就是做一場戲 然後把戲做回到國內去看 根本實質問題其實也沒有解決到多少 但是對於拜登跟布林肯來說 他們回到國內去也受同樣的檢視 就是美國人會認為說 你這個去外面談判 該談到的外交有談到嗎 還是你們談到的是到外面被打臉一圈 回來之後呢 讓川普跟這個蓬佩奧在虎視眈眈 最後只補一件事情 這個川普現在據說是真的要付出了 而且他發現呢 之前受到推特的干擾 受到臉書的干擾 受到社群媒體的干擾 所以川普決定要推出自己的社交軟體的平台 然後呢幫助自己重新付出 而且他覺得他有七千多萬張選票 這些人是基本用戶 對 而且這裡面有個很有趣的想法是 川普覺得你們這些平台跟這些節目 都是因為我的關係才有收視率 所以才有使用人數 臉書是這樣 推特是這樣 CNN也是一樣 結果川普說你看CNN沒有我的 只有收視率大掉了吧 所以川普認為說 他狹帶著他的支持者跟粉絲 我們到我們自己開創的新平台上面去 我們這些人就留在上面 就不跟傳統媒體打交道 所以你會發現川普付出的起手是 搭配著剛剛我們提到的 Pompeo為自己要競選 這個下一次的美國總統在倒數計時 這幾件事情我相信對於拜登政府來說 他都會產生相當大的壓力 美日聯手抗中的項目 現在還打到稀土戰 尤其是日本的大型商社 山林商社 現在有最新一輪的動作 他直接買澳洲相關的礦產 那這裡頭都是美日圍堵中國的全面備戰 對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中國在對抗 這個美國的貿易戰的時候呢 最喜歡拿出來講就是我們有稀土 你們有什麼 但是現在你會發現 在過去三年的時間 美國開始做了一些調整 美國的調整方式簡單來說 就是找盟友 什麼叫找盟友呢 第一個你會發現 在澳洲本來就有稀土的礦產 澳洲也有這種大型礦產的公司 第三個你會發現呢 在日本 日本有好幾家大商社 日本七大財團 至於現在我們所談到的山林商事 基本上他們就是擅長於在布局原物料上面 所以你就會發現 對於山林商事來講 這不是很難的事情啊 山林商事在全球有超過200個據點 他們這些情報來源對他們來講 打聽清清楚楚 再加上他們本來就有提供 所謂的電子原物料 供半導體用的啦 供其他的電子產業使用的啦 所以對他們來說這不是困難 所以當美國把所謂的QAD 組合起來的時候呢 你看到美日印澳組合起來之後 對他們來講 要解決稀土問題就不是難事 尤其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盤點發現有個東西還真重要 就是未來的世界電動車真的很重要 那電動車的核心在哪裡 在他的心臟就是電池的部分 在電池的部分 稀有的金屬 包括稀土的部分 包括鋁的部分 都是他的電池 都是他的關鍵 所以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這一波是晶片荒 下一波很有可能就是電池荒 所以你現在看到 就既然可能對電池需求 會大幅增加的話 確保電池的材料來源 是不是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看到 山林商事 這一次他出手去買澳洲的 這個鋁礦的礦產 但你要再注意一件事情是 山林商事之前就有個鋁事業部 在提供鋁的原料 但是山林商事這次做的事情是幹嘛 他是直接買礦山 也就是他為了稀土的部分 他要去處理那個鋁的礦山的 開採的部分 所以換言之 這個行為如果打通了之後 以後其他稀土的部分呢 有可能山林商事 就會比照做類似的處理 所以你從這個山林商事的動作 就可以發現 美日印澳或說以美國為首 在主導這個圍堵中國的動作呢 對於本來被中國他認為 可以掐脖子卡脖子的這一塊 他們已經出手在想辦法化解這個部分